大家好,这里是山下养花,我是珊珊 咱们下期养花,珊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一定要增加空气湿度 也就是说一定要给它们保湿 那咱们保湿的方法呢,有很多很多种 有些花友呀,就喜欢在花的旁边放一点 放两份水呀,比如说咱们下面拖盘里面加一点水 或者是多给它们喷洒一点水物 那很多花友呢,就好奇我们家是怎么去增加空气湿度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是像我一样是农村的咱们煎花友呢 就可以像我一样,选择在咱们花盆的周围 就这个土地上这样的去给它打湿 就用去来水这样去给它们浇湿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我这里呢是铺了好多的小石头子 那么这个小石头子它可以起到一种输水层的作用 它可以把咱们这个水分很好的保住 很好的保持住 另外呢,它可以很均匀的把咱们这个水分给它散发出来 这样会时间度持久一些 另外呢,我家是种了好多的瓜呀豆呀啥的 一些花芽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咱们给大家今天看一下这个小盆景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呢,我给大家推了一个变碎为宝座花盆的一期视频 好像大家的反响并不是很强烈 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小坛子 然后就是上次咱们给大家介绍割酒瓶的那个机器 给它这样割了一下,变成一个小盆景 里面种了是一个小多肉 上面呢,是一个小圆竹 又放了一个小坛子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喜不喜欢 这个很漂亮的 好了,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家小园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妈妈种的辣椒 这个已经结了一个这样的辣椒了 上面还有很多的花朵 这个大家认不认识 这个呢,是忘忧草 它有一个很俗气的名字 叫做黄花菜 还有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名字吧 也叫做忘忧草 那这个呢,这个已经结了一个小瓜了 这个是一个甜瓜 那边还有好多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种的丝瓜 这个丝瓜现在已经有特别大的了 这一棵,这一棵就特别大 然后里面还有好多小的,就像这么大的 里面呢,我们家种的是豆角 这个豆角已经开始有成熟的了 相信过不了几天呢 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家种出来的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了 其实在我们视频播出之后呢 就有好多的花友都特别羡慕我们家 就是在农村养花,还有自己家的小园子 可以种一些瓜果蔬菜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咱们大家呢,完全没有必要去羡慕我 因为咱们家自己在阳台上 拿一个花盆呀,或者是大一点的箱子 完全是可以种得出来的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出一期咱们专门种瓜果蔬菜的视频 那我们家以后这个丝瓜呀,还有豆角呀 其他一类的这种瓜果蔬菜 留了种子之后呢 我也可以在以后呢 我会在里面 我跟你说 出那个海 坐着